那么除此之外呢 事件发生之后 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法国方面的支持 世界各主要城市的地标建筑也纷纷亮起了代表法国国籍的红白蓝三色 那么就在今天晚上 上海陆家嘴的东方明珠电视塔也是亮起了红白蓝三色灯 对袭击事件遇难者表示哀思也向同位世界高塔协会成员的法国埃菲尔铁塔致意 那么此外呢 美国 加拿大等国也是加入了亮灯行动 充满血腥的巴黎噩梦令全球未知心碎 美国纽约世贸中心楼顶 就金山市政府 加拿大国际电视塔等世界地标建筑 都纷纷亮起象征法国的蓝白红彩灯 面怀逝者支持巴黎